为了使得更多的市民能够买到心仪的房子 全美亚裔地产协会将于本月的25日 也就是星期六举行第八次的 内陆帝国圆梦计划样品房的参观活动 届时全美亚裔地产协会将会安排 三条免费的看房路线 并将安排专人介绍 无论民众是想要首次买房 或是想要买房投资 都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6月25日星期六举办的内陆帝国圆梦计划 将会有三条路线 由专人带领民众参观包括 Rancho Cucamango Chino和Ontario等城市的新屋 由此之外 活动当天还将会有地产专家 为民众讲解这些城市的特色与发展潜力 民众届时还可以向包括 富国银行和iMontage等大型金融公司 咨询贷款和投期付款 政府补助等资讯 如果要买房子要找比较好利息的话 第一个事情就是说要先找贷款人员 专业的贷款人员 然后让他们了解一下 要买房的人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他们大概信用是多少 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们可以帮他们查询一下 他们的信用报告 第二点就是要知道 他们是准备放多少投期款 因为对他们买房来说 利息呢 如果投期款多放的话 利息也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在那边有说明会叫你怎么去办这些贷款手续 然后手续办完在那边的话 我们就会有三部巴士 带所有的人去参观 Inland Empire 内陆帝国所有的新房子 那基本上我们有三个 就是巴士 第一个巴士呢 就是从Rancho Cucamonga出发 看Rancho Cucamonga的新房 还有Fontana的新房 然后另外第二部巴士呢 如果你喜欢Ontario的地点 那我们会带你去到Ontario Park Play这个地方 这边总共有七个新的建商 在这边盖新房子 根据介绍 全美亚裔地产协会 在2010年金融海啸过后 首次推出内陆帝国购物圆梦计划 帮助民众购买内陆帝国 包括圣伯纳丁诺县 以及河滨县城市的房屋 专家表示 虽然现在的房价较2010年 已经成长两倍之多 但是对于洛杉矶县 华人密集的房价 仍然处于相对低点 随着人口的快速成长 以及安大略国际机场的积极扩建 内陆帝国的房价 还在稳定成长当中 有兴趣参加由全美亚裔地产协会 在6月25日星期六举办的 内陆帝国圆梦计划的民众 可以登陆www.areaa.org网站 或者是致电中文咨询电话 9098339636报名咨询 天下卫视记者马俊采访报道 并非记者马俊采访报道